茶一饭后一杯茶一部电影 今天带大家看一部可怕的复仇电影 《裁缝》 想了解关于女生复仇的小伙伴要看完哦 在澳大利亚的一个小村庄里 有一个名叫蒂莉的小女孩 这天她才十岁 就被指控谋杀同学斯图尔而被驱赶 被同村人送出了从小生活的小镇 过了好些年 蒂莉成为了一个出名的服装设计师 原本可以不再踏入儿世的伤心地 但为了自证清白的她还是回到了小镇 一心想搞清楚当年的同学到底是谁杀害的 回到家中 蒂莉看到了许久不见的母亲 几句简单的问候 她来到镇上看橄榄球比赛 说到蒂莉 那可是一个标准的美人胚子 在球场旁几个撩人的姿势 把球场上的队员迷的是神魂电倒的 帅气的队长泰迪自然也是禁不住这一顿乱撩 上前搭话 谁知两人相见恨晚 话题越聊越深 而蒂莉儿时的伙伴不敢相信眼前的蒂莉 竟然成了大美人 她想让蒂莉帮自己也打扮打扮 果然是个名不虚传的服装设计师 在一番打理后 小伙伴也算是逆袭了 在舞会上撩到了一个帅小伙 这个消息传出去后 镇上的女人都来让蒂莉帮忙改造自己 可是小镇的资源有限啊 很快布料就用完了 然后她就从某宝上买了一项料子 可当初驱赶蒂莉的警察不放心体力 便开箱检查 谁知这个警察竟然有女装癖 面对眼前这些丝绸 她根本控制不了自己 警察选择相信体力 并且在晚上她告诉体力 其实当初自己也是被逼无奈 是斯图尔的镇长父亲让我把你送走的 至于原因远远不止这一个 还有一个惊天秘密 就是当初丢下怀你母女俩的人 也是这个镇长 这个消息让体力久久不能平静 可这次回来查案算是开始有了眉目 第二天体力投其所好 拿了一箱子布料找警察换来了当年宣判的证词 果然自己就是个替罪羊 斯图尔死后镇长找不到出去统 就让体力来背这个黑锅 体力也查到了写这份证词的人 竟然是自己的老师 而做证词是老师为了讨好镇长写下的 可老师却不知道 这不仅让斯图尔死不明目 还毁灭了体力的童年 当年因为这件事 体力被小伙伴各种欺负 每每想起这个 她都咬牙切齿 而我们帅气的泰迪 是个善解人意的男人 她知道镇里人都是表面一套 背地一套 所以她让体力和她一起远离镇子 过幸福的日子 面对眼前这个魅力十足的男人 体力心动了 但是她不能走 因为她必须调查清楚 这是困扰了她前半辈子的羁绊 果然村里的人都不是省油的灯 老师为了不让体力说出这件事 贼喊捉贼 又开始煽动大家抵制体力 好在泰迪英雄就美 找到了一个傻子 傻子看到了那天的事 原来是斯图尔又想扮牛欺负体力 体力在关键时刻躲过了 但也因此失了意 而斯图尔就这样撞死在墙边 但是傻子担心自己没人相信自己 也就一直没说 体力听完后 羁绊终于解开了 她可以和泰迪好好在一起了 但是好景不长啊 泰迪戏剧性的摔死了 原本解开心结 收获爱情的体力 现在在床上已就哭成了泪人 镇子里的人又开始了 他们怀疑泰迪是被体力害死的 表里不一的人到了晚上又是一副面孔 大妈们想参加一个购物比赛 恬不知耻的还让体力给他们设计演出服 体力也是个有脾气的人 果断拒绝了 这时体力的母亲也忠于忍无可忍 她告诉体力 说自己有一个计划帮你出气 结果母亲刚出门就突然去世了 后来体力得知 母亲的计划原来是给另一支队伍设计演出服 以此来针对镇里大妈 可体力觉得这一点都不过瘾 于是开始了自己的计划 她想到了醉魁祸首镇长 于是这天她把镇长所有的婚外情都告诉了镇长夫人 果然效果出奇的好 当晚他们就吵架了 而购物比赛 在自己给对方设计的演出服玩爆了大妈队 而且趁大妈还在演出的时候 还往大妈家里放了一把火 等演出完 大妈回来看到自己的家都成了一堆废墟 故事最后体力上了火车 彻底离开这个充满悲剧的小镇 其实一切的复仇都是会有源头 不是不报只是时候未到 但也不是每一种复仇都能成立 俗话说渊源相报何时了